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最近的各位小兵 大家下午好 我們非常多先有這個機會 在這邊跟各位分享一些 在 AIoT 實際的應用難力 在裡面遇到的一些挑戰和經驗 希望我們今天分享的內容 對你在做 AIoT 系統開發和應用的奴隸 或是有些參考的地方 讓你將來可以掃除一些環境 那就是我們最大的希望 今天跟各位報告主要有三個主要的架構 就是很簡單的談一下 我們在 AIoT 辦公室的流氓 看到哪些主要的應用 在那邊尊重的角度 我們看到在這支應用裡面 有哪些什麼樣的挑戰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我們也看到很清楚的是 就是在一個 AIoT 這樣子的一個系統 都要他們公開不一定的運行 光是用硬件的示範是不足夠的 這中間軟件 安全跟很大幅度的一個整合 這是非常重要必要的一個事情 那我們各位報告一下 一定在這邊 可能是你以前想像的股場 來做哪些事情 那最後在 AIoT 一定的核心戰略思想是什麼 我們的核心思路 一直在看的事情 包括我們剛才剛才提到的 怎麼讓我們這邊一個 在我們的範圍裡面 不好的 跟一個更大的行動 更快速更容易的一個對接 那這是我們的核心思路 最後也跟各位報告的部分 今天的簡報報告的面容 就是三個主要的效果 好 那首先呢 我想在 AIoT 大家聽這個詞 已經聽了很久了 國內也有很多的企業 投入在這個領域 不過如果我們今天 每個人發一張白紙 請各位描述一下 您心中的 AIoT 它的架構 它長得什麼樣 可能就像在畫大象一樣 每個人畫出來都多少有點不同 那為什麼 因為每個人從這個產業 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角色 來切入這個市場 所以理解或者看法 多少有點不同 那可是呢 不管是什麼樣的應用 我們認為大概總不缺 總不脫不了這幾個 主要的架構和元素 首先它會有一個傳感器 做這個數據的收集 就像攝像頭也是一種傳感器 那它裡面一定會有一個 一個高效率運算的晶片 來做這個智能的運算 那如果比較靠運通端 那就是所謂的邊緣運算 這樣子的一個事情 然後呢 透過5G網路 這樣的基礎建設 做資料的傳輸 傳輸到雲端 傳輸到中央控制 然後進行裝置的管理 最後做過這個大數據的分析 達到智能商務的目的 大概就是這樣子的一個部分 那這樣子的一個架構 當然會產生很多各式各樣 不同的應用 所以我們一直在聽到說 AIoT萬物智能聯網 因為確實 如果我們去細分品項的話 真的是非常非常多元 那國內 有非常巨大的一個市場的量體 那我們每次到國內來 也很清楚的看到說 國內有一個高度創新創業的 這樣的一個精神 加上政府大力的支持 所以我們很相信 國內是全球在AIoT 會發展最快的一個市場 那今天跟各位 我想舉一些例子 因為實在應用太多了 所以我們就在幾個主要領域 包含交通 監控 醫療 跟工廠自動化這幾個部分 跟各位做一些案例的分享 首先這個是一個外送食物的機器 或者是說 你就把它講成一個機器化的外賣小哥 基本上它已經在美國的 舊金山的市區在運行當中 那你可以看到 它上面架構包含了光打 包含了攝像頭 包含了超聲波的感測器 包含了英偉達的Json的平台 在這上面做行人工智能的自駕運算 那送貨到點的話 這個直接可以取破了 這已經在運行中 所以它等於是一個小型的 一個自動駕駛的車輛 這樣的一個實現 已經在馬路上實現了 那當然在談到自駕車 這可能是所有在談 AIoT人工智能這個部分 技術最顯眼的一個重點區域吧 應該是我們看到國內外 都會有非常多的領導廠商在這邊做 那伊林也跟國內外 一些廠商已經有開始配合的機會 那從我們看到的是 目前大部分都在這個程度 大概在所謂的Level 3到Level 4 這樣子的一個進程 少部分的廠商宣稱 已經可以做到Level 4 也就是全自動駕駛 可以在一個高速的路段 還可以完全自動駕駛 不需要人次介入 不過駕駛座還是有人 那在這邊我們還看到是說 它還有一些周邊的現代技術工具在發展 包含3D的攝像頭 包含深度學習的技術 包含光達 我們也看到光達從幾年前的幾萬塊美金 像到現在在數千塊美金 很快的我們看得到幾百塊美金會出來 會更加大這個產業的應用 那V2S也讓車輛跟網路機器的通訊成為可可 那英偉達也在上個月GTC發佈的 所謂的3D自駕模擬系統 所以以後自駕車的模擬 它已經從雲端在一個虛擬的環境 去模擬所有更多的情境跟環境的變化 白天黑夜下雨刮風隨時切換 那這些所有先端技術的發展 都會加速這個產業更快速的進步 那在國內我們也看到 包含北京的這個速度科技 包含小馬執行都是國內的領導廠商 他們有非常好的技術 也非常多的優秀的人才 也很豐沛的資金 所以我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會快速發展的領域 那在這裡面我們在過去的這個經驗裡面 我們看到的事情是說 這架車你可以把它想像的誇張一點 就是是一台超大型的電腦放在一個鐵殼裡面 對不對 那在馬路上跑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其實除了大家在看的這些線端技術 或者那些軟件運算之外 有些很基本的問題 是必須要去被克服跟解決的 否則將來的運行才會出現問題 包含它是一個供電很不穩定的環境 包含這裡面有這麼多的電子元器件 它的電池會相互的干擾 那這麼多的數據 收集進來的時候 它需要大量資料寫入 所以這個存儲必須很高的耐受性 那以及它的環境很多變化 高溫震動等等的這些變化 都是必須要被考量的 所以您可能在重新這個行業 做這個系統相關設計的時候 必須把這個考量過去 那每個對應的挑戰 一定都有對應的解決方案 那我想今天事件關係 就不一一說明 不過我想就是把這些點提出來 跟大家分享 可以當作大家 在這個系統規劃的時候的一個參考 那第二個我們談到監控 特別在人臉辨識這個領域 那這是過去這幾年可以說是一個跳躍性的成長 那隨著技術越來越成熟 我們看到每年的這個複合成長率 可能高達九成 甚至國內有少數的領導廠商 是每年翻三四倍這樣在成長 那這個部分 越來越成熟 產生更多新創的獨角獸 產生更多新創的應用 除了大家已經非常覺得很平凡 普通的這個門禁控管之外 我們看到不管交通 零售 治安等等的 有非常多的 這個應用不斷地在發生中 所以會產生 我們相信在這裡會產生 更多新的應用 更多新的公司 那它的局限可能是在 局限在我們的想像裡 只要想像出來 更多應用會發生在這個領域 那監控市場 國內更是有非常多的動作 廠商在這個領域 有非常好的成績跟技術 那我們也看到國內 包含這個血量工程 平安城市 其實已經大規模是 物件的這樣子的一個網路 那我們可以把這些樣的一個 監控網路當作是一個 層次的一個大腦 或者眼睛 那隨著AI跟5G這樣的技術 逐漸的成熟 那我們相信 可以把這樣子的一個能力 再往上提升到另外一個層級 提升到另外一個層級的時候 就會產生 這個新的應用出來 比方說車輛 車輛 車速跟交通耗置 交通工資系統的連結 那就可以產生真正去實現 智慧城市的可能 那可是不要忘了 在一樣在這些裡面呢 我們一樣會碰到很多應用上的挑戰 比方說首先監控 監控就是靠側向 讀取這個錄像 那是不是能夠很穩定的去取得所有的錄像 那整個數據的安全性 然後包括怎麼管理散布在各地的裝置 各位想像一個智慧城市大規模的補點 涵蓋著幾十公里的範圍 要有多少的裝置 那如何去進行管理 那以及我們比方說國內好 東北的天氣跟上海天氣跟深圳天氣 有很大的變化 那這些在戶外的環境 刮風下雨 如何去克服 那這些都是可能 我們必須去考量跟 跟去特別設計一些對應的解決方案 好 第三個我們談到 AI應用在醫療的部分 那裡面大概重中之重就是 AI跟醫學影像的這樣子的結合 隨著這個深度學習的技術的成熟 隨著這AI演算法的成熟 那我們看到在這裡面 就是這個判斷的確率越來越高 所以可以大幅度的減輕 原本專業意識的負擔 那也會讓這些應用 可以更大面積更快速的學術機 那這裡面不管是所謂的斷層攝影 MRI等等的 我們看到這裡面有非常多的機會 國內也看到很多 在醫療設備的廠商 不斷在這方面做追趕 然後不斷地提升它的技術 跟這個設備的質量 我們認為這也是一個非常快速發展的領域 另外在醫療的領域當中 我們還看到一個可能大家比較少接觸或聽到的 就是拿AI來做智能藥物的開發 這大概是我們也看到 我們在國外有個歐洲有個客人 是做這個事情的 那根據美國FDA的統計數字 過去來講 平均開發一個新的藥物 甚至耗達長達14年 那平均大概是美金一個億以上 請教這樣的開發費用 那透過整個大的數據的分析 深度的學習 可以加速整個藥物的開發 那在這裡面 我們這個客人 他就是在做整個藥物開發的實驗過程中 需要一個非常穩定的設備 來去支持他做這樣的事情 那這些都是一些新 因為這些AI的能力 而產生了一些新的應用的這樣的機會 然後對人類對生活產生重大的改變 所以在醫療這邊 我們幫客人做了一些專屬這個行業 應用的去解決它的痛點 依它的需要去做克制 舉例來講 MRI 不確定大家有多少人去做這個檢查 最好是標準 它這是一個強磁的環境 那當然運作中是一個強磁的環境 所以任何會有磁效應的元件 都會在這樣的強磁環境功能 做到局部的影響 所以這個客人 他要我們去設計一塊SS 使它能夠避免磁場的 這樣子干擾的影響的設計 所以我們換了材料 我們換了零件 我們甚至把整個走線都走過 都改過了 然後去實現他們所要想要的東西 當我們做完的時候 這客人非常靠心地告訴我說 哇真的是 他不敢相信有一個模組廠 有這樣子的一個意願願意 而且有能力 去幫他實現這樣的事情 那這就是我們在所謂的行業中的 深根去幫客人去做 剛剛談到的是 這裡面很多醫學設備 避免當機數據流失的問題 包含整個系統的安全性 那更重要的是 在醫療設備這個領域 其實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是 因為他的設備的 驗證的過程非常的繁複 非常的長 所以他們希望所有零件 可以盡量保持不動 長時間的不動 去能夠穩定的供貨 所以在 如果您是這個行業的 那很建議您在選擇 您的合作夥伴的時候 可能一開始就去把這些因素都考量進去 那以免走到一半的時候發現 有其他的問題 再來談到智慧工廠的部分 那剛剛我們主事長 談到很多數據的應用 那工廠的自動化 其實這件事情 聽起來也不是什麼新鮮的 因為有太多的人在做這樣的事情 然後感覺好像我們目前 是一自動化的一個程度 其實不然 目前可能很多 我們外面上還是比較 以所謂的這樣的套件的形式 那當然有很多的 設備可以去做資料的擷取 傳輸儲存 可是這裡面我們的經驗 告訴我們更重要更重要的是說 如何在裡面找到對的合作夥伴 特別是系統集成商 特別是對這個行業 它的domainology熟悉的 那我們可以根據各個行業裡面 大家從上游到下游 集成起來 去專為某一個 它的使用的情形去做設計 那這樣才有機會 去真正產生有效益的一個自動化 而不是為了自動化而自動化 好 那在這裡面 舉個例子 可能各位沒有想過的一個事情 是我們 紡織業過去來講 是一個非常傳統的行業 事實上在這裡面 AI也都進去開始在使用 我們有個實際鏈子 是做這個布料的瑕疵檢測 過去就靠了很多人工去做檢測的 現在已經有AI進去了 那當然我們也看到其他的例子 包含用AI來做紡織業的自動派工流程 因為衣服太多的種類 顏色各種工單 太多種組合了 所以這麼龐大的數據 如何去智能地去判斷 包含過去靠老師傅 來去做這個染色配方的部分 這裡AI的東西也進去了 所以即便是這麼傳統的紡織業 都已經有一些這些智能的元素進去 然後產生這個行業的競爭力的改變 從本市場去進行不一樣的做法 那當然在工廠這裡面 可能它的重點又不一樣了 因為我們剛剛提到 因為每個應用的環節不一樣 所以在這裡可能在軟硬質的 吃的分量會更重 來一起進行所謂的數據的收集分析 工廠不斷的營運 我們需要24小時 七天不間斷這樣子營運 所以需要一個很高信賴性的一個系統 包含整個數據的安全性 裡面有太多工廠的know how 怎麼去保護它 那同時因為每個應用的界面 標準的公共機 標準的主板 你不可能在一開始設計的時候 把所有的擴充性 都把它一個考量進去 所以這時候彈性的擴充 在不同應用的對接 所以我們準備很多這些擴充卡 然後同時支持各種不同的作業系統 那這些都是因為這些行業 而必須去特別考量的 那以上再舉這些歷史 讓各位解決書 我想強調第一個部分的重點就在於 應用非常的多元 那我們不太適合用一個標準品 去符合所有的東西 而是以行業以垂直市場的需求 它的特殊性去做考量 去做配套 開發產品跟技術 那第二個我想提的部分是說 可能一般 各位朋友在看怡婷的時候 就說這個是存儲產品 看到模組 看到純粹是一個硬件的表象 那當然跟引力合作比較深 我們在固件的部分也有非常強的能力 那當然除了這之外 我們也在軟件這邊投入非常大 因為我們相信是這樣子 所以說過去這十幾年 在行業的經驗告訴我們 標準性的或者消費性的產品 是不足以 跟行業的溝通性是不一樣的 它沒辦法適合各種行業的需求 所以必須再做一些行業的克制 然後在AIOT的部分 我們必須把這樣的功能 再做一個更往上提升的加強 那這樣子不是只透過硬件的手段 可以做得到 硬件 固件 包含軟件 以及垂直市場的專業知識 這些跟系統端的結合的知識 都是必須的 那這樣才有辦法把這樣子 一樣是存儲產品 可打造出不一樣的內涵出來 OK 那我先談到軟硬整合 我們談到系統要智能化 其實到即便是這樣子一個零件 一個模塊 也都必須要透過軟件 硬件 固件 先把它智能化 那更重要的事情是說 在軟硬整合的實力 Eating 我們公司的策略是 我們不會去做系統 系統是我們客戶的聲音 我們跟著一起合作 可是我們必須要懂系統 我們才有辦法去跟客戶做系統的對接 所以我們本身有很強大的軟體的團隊 然後懂系統的團隊 可以跟客戶講相同的語言 根據它的系統需求去設計我們的產品 跟它做配套的措施 這是一個我們跟我們的同業 有一個很大不一樣的地方 好 第二個 隨著大量的 AIoT大量的部件 大的數據量 目前來講整個安全性 是越來越受到重視 所以我們有開發了這個 含硬件AES 跟TCG OPPO 這樣子的一個 我們叫iOPPO 這樣子的一個專屬軟體 這是可以說是一個 深度防禦的一個加密的機制 透過這樣子的部分 然後我們把它做成一個 很簡單好用的 友善的使用者界面 那這裡面代表意義是什麼 我們是希望是說 讓我們的客戶 讓我們系統的集成商 可以專注在它所專業的地方 那至於這些 其他這些安全性的部分 那就我們來把它處理好 提供一個很好用簡單的工具 讓大家可以很快速去使用 這是我們希望做到的事情 也已經做完了 再來 我們大家都知道就是說 部件完了以後 就會有很多散佈在各地的部分 過去大家比較習慣的做法 就是抓一個安全紙 然後丟出去以後 幾年後沒問題 算了 那就算結束了 可是隨著各個 就是剛剛講的ALT各種的應用 各大規模的部件 可能我們更需要的去做 即時的監控 那有任何狀況 有任何異常的時候 可以從過遠端 來去做災害的復原 跟整個備份 等等這些機制 那甚至有些安全性 我們可以做得更深一點 比方說 最底下那個 Device Lockdown 就是我們簡單講 就是我們把SAD 跟系統做一個授權的對接 那這個SAD只在這個系統裡面 受證過的 它可以運作 你把它拆下來 裝到另外一個地方去 你都堵不出來 類似這樣的做法 我們可以把整個系統安全性 再提升到另外一個層次 OK 那當然所有的朋友在這邊的 我想都知道 Name Fresh它本身是一個 不是完美的產品 它有這個差寫次數的問題 它有使用壽命的問題 它有使用壽命的問題 那隨著這個SLC到MLC 到現在的TLC 其實它的可能 有些特性上面 是變得更好 有時候是變更差的 那這時候 你如何能夠去 即時的去管控它 然後正至於在不同的 使用情境的時候 不同的使用行為 不同的這個數據的狀況 能不能夠有個工具 去即時的去了解 那我們有這樣子的一套 專屬的軟體去做 好 那 最後大規模的部件以後 OK 那 怎麼去透過雲端 你想步到一個城市以後 怎麼去做遠端的做的操控 怎麼做跨平台的整合 怎麼去做資料的可視性 簡單的使用介面 那這些都是 我們已經做好的 那目的是什麼 目的是希望將來 您在做系統的 可能不是您的 您直接做或者是 您後端的系統個人 在做整個系統的 維運的時候 它可以用很少量的人力 可以管理大量的裝置 好 那這次也是在AIoT 整個系統在部件的時候 在一開始就必須考量進去的 OK 好 那 我想最後 我做個總結 可能我前面 很快速的這樣帶過去各位 因為 或許您前面的東西把它都忘掉都沒有關係 可是 如果您願意的話 我很建議您可以記住這一頁 等一下是想表達的事情 好 在AIoT這裡面 這幾個點可能就是 遺頂跟我們同業最大的不同 那也可能 很建議是您 不管您是從哪個角度切入AIoT的產業 您扮演的是什麼樣的角色 可能您都把這幾個點 做為您規劃的時候 一個策略的方向 那這幾個點也很好記 剛好就是AIoT這幾個字 那總許我做個說明 第一個A Application 如同前面第一個部分跟大家報告的 各位很清楚 從我剛剛舉例發現 在不同的垂直應用市場裡面 它碰到的挑戰是不一樣的 它的使用的場景 它所需要問到的問題 是不同的 好 所以過去我們的做法 通常大家的做法就是一個 我用一個標準品去適用到各種不同的可能 可是以後 如果要做得更好 應該這樣做 我們應該是從應用出發 從應用出發 反推它需要什麼樣的產品 它有什麼樣的特殊需求 需要用什麼樣的技術去克服它的痛點 從這樣反過來去設計產品跟技術 這是第一個 從應用出發 是做AIoT一個很重要的思考的切入點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I 展的是Integration 是整合這件事情 一個完整的AI系統是非常的龐大 我們從硬件到軟件 從紫系統到大系統 要整合的事情非常非常多 也需要上下所有的合作夥伴一起努力 可是怎麼在您的領域裡面 做到一個很有價值的地方 就在整合 其實包含我們今天 所謂的整個生態系 辦這樣的活動 就是國內叫做抱團 抱團它也是一種資源上的整合 那我們做這些整合的目的是什麼 我們做這些整合的目的就是 讓小系統跟大系統都對接的時候 可以更快速更方便 做系統集成的客戶 因為我們有這樣子的一個整合 所以對它來講更方便的去使用 所以我們有很多這樣子 SI的集成商的合作夥伴 在各個領域做這樣子的一個整合的動作 你可問Howard 那IoT Internet of Things 它原本的IoT就是一個英文的介詞 沒有意義 所以我們IoT就拿掉了 不理它 再來T 我們這邊放的是Tools 剛剛我們所有克服的困難 解決的問題其實備有很多很多的專業技術 可是我們認為在IoT的時代 每個人把這些角色扮演好的時候 談技術已經太慢了 我們必須把複雜的技術 轉換成簡單好用的工具 如同剛剛給各位演示的一些 我們做的一些軟體等等這些配套 我們已經把技術的都弄完了 都解決完了 給客戶的就是一個操作界面 操作界面非常簡潔的一個 簡單好用的工具 所以T是應該把技術轉換成好用的工具 讓客戶容易使用 Internet of Synth 當然我們在談IoT 都忘記這個Synth 剛開始它最後是有帶來一個S 那這個S很有意思 S可以在這裡代表很多不同的意義 它S可以是什麼 可以是複數的S 代表AoT有好多種不同的應用 這是千變萬化的應用 是複數的S S可以代表什麼 我們在這裡面要做好的一個很大的重點 是給客戶很好的Service 給客戶很好的Technical support 這是S 更重要的是什麼 是Security 安全性的S 在這樣的大規模的補件裡面 安全性變得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我們認為 要把AoT這個 將來的整個產線補好 我們的核心的思路 跟系統做好對接 就是必須把AITS應用整合 提供好好的工具 把安全性做好 用這樣的解決方案 跟所有的做系統的集成的 跟做系統的客戶做對接 方便大家使用 方便大家一起把 這樣子應用快速的落地 以上是我的分享跟報告 謝謝大家 謝謝 為每一時間講 來ำ烈 谢谢观看